對我的懷疑,來得比想像之中要快 我很擔心,自己未拿到決定性的證據之前 就暴露了 到時候,不只是拿不出證據那麼簡單 我的行為,會被一項一項調查 到時候,即是跳入鹹水海都洗不清了 而且,我還要盡可能避免與許諾獨處 因為許諾與我的關係很親密 我擔心,她在無意之間暴露重要的訊息 比如我頸上這條玉石頸鏈的存在 是絕對不可以讓楊剛知道的事 而我的躲避,一定會引起許諾的疑惑 這個我都無可奈何 幸好楊剛答應我,三天之內就可以見到她背後的人 快點搞定這件事,是我現在唯一的出路 很不容易熬到下班,許諾與我一起回家 路上,她好幾次都想問我些什麼 但都被我避了過去 我故意不看她,冷落她 雖然心裡很難受,很愧疚 但我也沒辦法 唯有咬牙堅持下去 我和許諾吃飯的時候 楊剛的電話打進來 我唯有起來避開許諾接電話 楊剛的心情比我還要差 她要求我立即去見她 本來我想拒絕 但楊剛的態度非常強硬 如果我不能把這件事解釋清楚 合作就會終止 沒辦法 我唯有答應了她 但怎樣跟許諾說呢 令我意外的是,許諾不需要我解釋 她看著我勉強笑了後說 你是不是有事呀 有事你就去吧 記得注意安全,早點回來呀 千言萬語到嘴邊 只剩下吾的聲 我看得出許諾眼裡的失望 但我除了咬牙關 什麼都不可以解釋 轉身出門 楊剛約了我去餐廳裡 我周圍看了下 至少有兩圍桌都是她的人 他們面前的食物已經凍了 都沒怎麼動 明顯不是來吃飯的 楊剛見到我 冷坑一聲 黃隊,你究竟什麼意思呀 我也是為了阻止填谷 面對楊剛 我反而沒有了那種愧疚感 我更加自在地說 你都見到了 當時如果不是我當機立斷 那韓龍和兇手就見面了 你應該也不想見到這樣的結果吧 那你也不可以把填谷的視線 引到內奸的身上 楊剛咬牙切切地說 我喝了一口水 心裡其實有幾成把握 楊剛假如不想跟我合作 就不會讓我收工再聯繫我 當時就應該質疑我做法 但他當時引了下來 就表示這個結果 他可以接受的 雖然接受得不太開心 我當然要和你合作 楊先生 我因為你 改變了警察的搜查方向 沒有退路的了 我承認 在這件事上 我的處理有失誤 我不應該把舌廳的來歷說得太清楚 這樣可以拖點時間 楊剛仍然不出聲 我有點沉不住氣了 用一招玉琴顧仲跟她說 那如果你覺得我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終止合作 雙方寶物 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就行了 你見得怎麼樣 楊剛靜靜地看著我 眼裡沒有了那種城府 反而像一隻很凶狠的野手 過了一陣子 他笑了起來說 不知 這件事 我也有問題 畢竟留給你的時間太少 我只是想跟你說 記住你現在 是跟誰合作的 我鬆了一口氣 同時坐實了心理的幾個判斷 我笑著跟他說 那就自然了 再去一次 把這個放到你們局長的屋裏面 花盆 或者高處 都行 這個設廳器的質量很棒 收音效果非常之好 楊剛提給我一個 好像裝戒指的盒 我打開一看 看一個細細的 黑色的設廳器 沒問題 我把設廳器收起 畫風一轉 看著楊剛對眼畫 我究竟何時 可以見你身後個人 楊剛瞄了我一眼 冷笑了一聲說 你剛才和我搞了個 這麼大的大頭份 還好意思出聲 一陣煩躁湧上心頭 我看著他皺眉問 什麼意思 你要反悔 氣氛一下子緊張了起來 楊剛看著我眼裡 帶了一絲莫名的意味 我只是還不可以確定 黃隊長你究竟是哪一番的人 我覺得 合作這件事 最重要就是誠信 你說叫我阻止 韓龍堅兇手 我扮到了 不是嗎 周圍幾個人的視線 慢慢聚集了過來 楊剛看著我突然說 我相信你 但是還是要有一些可以威脅到你的東西 才行 因為你去幫我拍幾張許樂小姐的照片 不穿衣服那種 你們不是情侶嗎 應該可以拍到吧 我一拍桌 我一拍一拍 瞬間 憤怒 淹沒了理智 姓楊的 以後總跟我說多次 有兩個人站起來 似乎隨時準備制服我 我的傷還未好得了 那麼多人 肯定打不過了 於是我輕輕地向楊剛傾斜身體 以便於隨時控制他 但是想不到的是 楊剛笑了一下 揮了一手 試過那些人坐回去 他看著我笑著說 說我笑而已 黃隊那麼大火氣做什麼 這樣 你把攝聽器放到田谷的辦公室裡面 我們的約定 還算數 談話到這個時候就結束了 我起身離開 我可以感覺到 楊剛的視線走似毒蛇的 死死地釘著我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贊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呀 第536集 一出餐廳門 我劇烈地咳了起身 剛才楊剛侮辱許樂的時候 我是真是生氣的 現在想起 真的有些客人 如果楊剛 是要跟我鬧崩 而我現在這副身體 不知道會遭什麼罪 但緊接著 一陣疑惑湧上心頭 楊剛在景谷的內間 可以潛入我辦公室 把手機放進我櫃桶 這個人 應該都是有能力 把東西放進田谷辦公室的 那他為什麼一定要我做呢 難道是要捉我痛腳 我腦裡突然閃過這個想法 然後很多事就可以串連起來了 楊剛的邀請來得很突然 沒有任何的預兆 他只是告訴我 他要我做什麼 這一點本身是很危險的 如果我把這段談話 告訴田谷 那楊剛也會有麻煩 但楊剛就好像一點都不擔心 現在看來 他已經將一切都計劃好了 他先是擦乾淨自己的屁股 然後現在 是要把那個鍋調給我 這樣一來一往 我就徹底變成了他們的人 只要我有什麼不妥的舉動 他手裡用監控拍得的畫面 就足夠威脅到我了 想到這裏 我苦笑了起來 都說無奸不成傷 這句說話 認真不假 回到家 許諾母質問我去了哪裏 只是抱著我 然後帶著小黑回房 我有點失望 我既希望 他可以問問我去了哪裏 但又擔心說得太多 暴露得太多 唯有將傾訴的衝突壓住 剛回房間躺下 填谷電話就打入來了 他已經查到丁紅在哪裏買到馬前紙 而流出馬前紙的醫生也找到了 他叫我快點回警局 組織一次快速的秘密捉報 我口上就答應了 但心裏哪裏苦笑 秘密的鬼嗎 楊剛聽到一清二楚 起床回到警局組織人手 整個過程不用四十分鐘 但我們到醫生家那時已經是人去流空 這一點在我意料之中 但其他的人都很失望 回到警局 填谷開了個會 參會的人員 只有幾個隊長 填谷要求我們 徹底查一下 對完社會關係 看看有沒有收起財產 養愛必先安耐 現在警察的內部太亂了 會議結束之後 填谷把我留下 他告訴了個不好的消息 他給我看了一段監控 一個人鬼鬼祟祟進了我辦公室 看上去 就是那個把手機放在我屋裏的人 填谷很遺憾地說 這個人的反偵察意識很強 不僅用衣服擦了臉 選擇的時機都很好 監控裏提取不到有用的訊息 明明知道有個這樣的人在我們內部 但就是找不出是誰 這種感覺 真是很深暗 填谷疲憊地揮著手話 這些都沒什麼事 個人我們遲早都會找到 我想不通的是 這次參與抓捕醫生的人 都是親信 行動都是絕對保密的 從開始組織人手 到趕到醫生的家裡 洗了都沒有一個小時 他究竟是怎麼反應得這麼快 而且守在各個高速路口的究竟 都反饋不好 我懷疑 他已經出城了 撤 一早走就老了 我心裡必想 我們的行動 陽光看得清清楚楚 可以抓到人就有鬼了 大說話 肯定不能這樣說出來 唯有找幾個藉口敷衍了下 不知道 他的行李沒有好好收拾 只拿走了動要的財物 很明顯是倉皇離開的 不是 參與行動的這些人裏面 肯定還有這些人的代價 田谷看著我 督定地落足結論 我有點緊張 不自然地問 不會吧 這些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會不會在其他地方走路風聲呢 也有可能 這個內奸 根據人員調動 發現什麼 提醒那個人走路呢 都有可能 但是主要的懷疑對象 還是放在今晚參與行動的這些人身上 你負責這次的調查行動 如果有內奸 一定要把他抓出來 是 我立正敬禮 心裏面苦笑 甚至覺得有點滑稽 原來 做內奸 是這樣的感覺 行動結束 已經是深夜了 我靜靜靜回到家 發現客廳裏面 坐著一個人 行動失敗了 許諾的聲音響起 噢 我打開燈 看著許諾勉強地笑著問 今晚還不睡呢 客廳也不開燈 幹嘛 先閉嘴 許諾沒有理我的冷笑話 她抬眼望我 嬌艷的眉眼之間 帶著失望 你是否有什麼要跟我說 我心裏面一痛 許諾這樣的眼神 我也是第一次見 我第一次深切地感覺到 我和她之間的距離 不斷地被拉開 我很想跟她說 是呀 我有很多話跟你說 但說話到嘴邊 只能夠是一句 沒有呀 許諾用手扶著額頭 嘴邊歇到一口氣 很疲憊地說 好 我知道了 回睡吧 我送你回去 我走前一步 想拉著許諾的手 被她一距離開 你不用理我 我就在這裡坐多一會 你回房 我偶偶地看著她 心頭突然很痛 比之前受的任何傷都要痛 我勉強笑了下話 那你也早點休息 然後轉身好像逃跑 回到自己的房間 我背靠住房門 小時候被親戚朋友嫌棄的畫面 情不自禁跳出來 他那些冷笑的 嘲諷的 充滿惡意的面孔 不斷在我面前環繞 我心口一陣搞痛 深深呼了一口氣 盡可能趕走那些負面的情緒 三天 三天就可以有結果 七十二個小時 七十二個小時之後 所有的誤會都會解開 但是我的身體 他不打算放過我 本集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贊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五百三十七集 由昨天開始 幻覺就若有若無地出現 我掙扎著走到窗邊 打開個窗 冰冷的空氣 幫助我呼吸正常一點點 我看著窗外 發現又開始下雪了 我戴上床上 想著是不是應該去見一下安娜 自從那次空手的精神檢查之後 我就再也沒見過安娜 尤其是在幽靈那邊 我對你夠關注吧 你從大上監控的那一瞬間 所有的動作我都知道 你想可以避開許諾 我也知道 你想盡量避開重要事情的決斷 我也知道 楊剛收起了笑 威脅地說 把你的小心事收起來 知不知道 我嘆了一口氣 知道自己的動作 和不開楊剛的監視 我很無奈地說 唉 知道了 明天把設廳器安裝好 假如明天安裝不好 讓你進入核心地方的日子 就要向後拖延 陽光不容拒絕地說 然後吸了電話 我放下電話 看著天花板 就這樣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醒的時候 窗裡有淡淡的清光 甚至入屋裡 我脫了件衣服準備洗澡 這是唯一可以自由的時間 我進了洗澡房 打開水龍頭 整個腦 都是怎樣把設廳器放進去的事 然後煩躁地拋了下頭 善狗現在天天都在辦公室 一坐一天 我要怎樣把設廳器放進去呢 就在我想著的時候 突然間一陣陰風吹過 不是了 我停在手上的動作 突然間回頭 我謹慎地周圍望了一下 發現什麼東西都沒有 嘆了一口氣 我覺得我的幻覺 似乎變得嚴重了 終於決定去找一次安娜 不知道什麼時候 許諾已經離開了 我失望地看著空蕩蕩的屋 心裡隱約擔心 許諾明顯已經發現了什麼 畢竟我們兩個人 生活在一個屋簷下 任何的變化都很硬硬 如果她把我的行為告訴田谷 再加上田谷已經懷疑到 我們內部的小組又內奸 這樣很自然都會聯想到我 這樣看來 我連三天的時間都沒有了 出了門 我直接去到安娜的診所 那幅巨大的浮世繪 還在那個地方 體身更加的優勢 而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安娜拒絕見我 前桌告訴我 我沒有預約 安娜醫生不在 我無奈地笑了一下 剛才我在樓下才跟幽靈確定過 安娜就在這裡 我跟前桌說 麻煩你進去告訴她 我知道錯了 她原諒我好不好 我現在狀態真的不好 需要她的幫忙 在我的軟磨硬泡之下 安娜終於同意見我 推開門 屋內微慢的 是一層檸檬的香味 安娜坐在椅上邊 神色有點憔悴 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到安娜這麼沒精神 似乎在這段時間 她都受到不少的折磨 我們兩個人相視無言 最後都是安娜才開口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難道你安排了眼線在我身邊 我半開玩笑地答應她 是啊 你這麼漂亮 被人搶走了怎麼辦 安娜這次真是笑了起來 然後她看著我的眼 似乎有很多話要說 我嘆了一口氣聞 你臉色那麼差 發生了什麼 最近比較忙而已 安娜的面上閃過一瞬間的慌亂 然後恢復鎮定 她跟這個組織到底有沒有聯繫呢 我滿心的困惑 如果安娜跟組織沒有聯繫 那她的確在黃村長監獄避霎的案內行為反常 而且對組織有特殊的關心 但如果要說她有關係 我現在就不太確定了 安娜的一切都被我們監視著 這麼多天內 她沒有見過任何可疑的人 電話都只是打了三個 都是熟人 怎麼看都不像是跟組織有關係的樣子 我摸了頭 不再想那麼多了 我自己的事都還沒搞得定 還是快點看病吧 安娜進行了初步的診斷 然後告訴我她發現了一些規律 可能是我病情家重的誘因 第一就是陰天下雨下雪的時候 我幻覺會加重 想到這裏我失聲笑了出來 又不是風濕 她願跟天氣有關 安娜看著我苦笑 也笑了起來 她的樣子變得明媚了很多 她對眼含著笑耳望著我 據我的推測 據我的推測 有可能是這樣的天氣 會引起紫羅蘭的某種反應 所以影響到你的神經 但目前來看 不是絕對的 你有個兩次比較嚴重的幻覺 都在情緒激動的時候 所以第二點我覺得 是跟情緒有關的 安娜站起來走到我椅子旁邊 彎腰望著我說 你最近是不是有嚴重的情緒波動 沒有 沒有 我眼神有些朵閃 不知道應該望向哪裏 安娜的身上帶著一種奇特的香味 令我有點草熱了起來 憤怒 愧疚 悲傷 在中醫裡面 都是有對應的懷處 現代的醫學都證明 情緒對身體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們猜猜 你現在 是不是很愧疚 安娜的眼裡 那邊閃過一絲神采 低聲地說 本集就說到這裏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最兇檔案 第五百三十八集 我整個人貼在椅子上 很尷尬 我對著安娜說 呃 你可不可以 起床少少 我條腰快斷了 安娜不聞不聞 繼續向前 終於在離我很近的距離停下來 然後哈哈笑了起來 笑笑笑就笑出了眼淚 你知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因為你身上 有一種跟我一樣的味道 你在這裡愧疚著 我也愧疚著 做什麼 你做了壞事 所以心裡邊有愧疚 不敢說出來 不敢把心思拿出來見人 只能夠屈在生活的陰影之下 我驚訝地看著安娜 不知道她到底做什麼 但是她好像不需要我知道 她突然撲到我懷抱裡面 低聲地說 要不要互相安慰一下 用大人的方式 我的腦海裡面一陣光明 然後才意識到 安娜所說的成人的方式是什麼 許諾的面孔一閃而過 我有些慌亂爭脫開來 然後不自然地說 你幫我拿藥吧 我猜裡面有什麼事 安娜望向我的眼神帶著失望 彷彿之間這樣的眼神 我似乎在哪裡見到過 安娜的樣子和許諾的樣子 重疊在一起 你卻不想聽一下 我為什麼 安娜望著我 近乎哀求地說 我嘆了一口氣 如果是平時一個女人這樣求我 我肯定會答應 但現在不行 我的一切都被監視著 我不可以和安娜來得太近 無論她是不是組織的一份子 都會惹上麻煩 見到我拒絕 安娜也不再糾纏 開了藥給我 就補在白屋桌休息 我拿著藥方猶豫了一下 最終都沒有去安慰她 專身出了診所 拿完藥之後 時間上早 我打了一部的 趕去警局 那些曖昧的情緒 在的士司機見譚的性格下 漸漸消失 我都開始察覺都不妥了 安娜和我接觸得這麼少 我不認為 我有這樣的魅力 可以另一個 都沒見過幾次的美女 投懷送抱 難道安娜有所圖謀 但我怎麼想都想不出來 和我用大人的方式 互相安慰一下 對安娜會有什麼好處呢 想不通 我索性就不再想了 我急急入出警告 剛入稿裡面 我就被小趙拉到審訊室旁邊 這個時候的審訊室 空手正在說話 令我有點驚訝 由安娜鑑定的結果出來之後 她就陷入了一個沉默的狀態 一言不發 無論如何激怒 挑衡 理由 勸說 通通都沒用 但現在她居然開了口 繼續聽下去 發現她在交代自己的魚嘴 把自己從小到大犯的事通通都說了一次 唯獨沒有提起司組織 負責審訊的人是填谷 雖然她很多年沒有親臨一線 但依然可以看得出那種印度骨子裡的審訊本能 無奈的是 空手始終不肯承認這個組織的存在 只是說自己當時心情不好 所以殺了李慶 因為心情不好 就用棚牙線碎了一個人的喉管? 哼 你真是把我當成三歲小弟哥 你我也知道 你是有目的而來的 早點成年不好嗎? 我們可以重複處理 你都知道自己被拋棄了 為何還是不肯交代? 我仿然大悟 看樣子是因為安娜的鑑定結果 所以空手才想跟我們合作 跟李慶這些人打過交道 我知道面前這個空手 對組織的忠誠來源於恐懼 我想要跟填谷交流一下 但伸出去的手又縮回來 我意識到我現在被監視 不可以做多餘的事情 而且填谷現在在審訊 咦? 那他辦公室豈不是沒有人? 我心裡一棟藉口去廁所 在觀察鏡後走出來 但走到一半 我突然有點憔悴 這一切都有點太順暢了 再聯想到不知道在哪裏的許諾 我心裡有警惕 意識到現在 恐怕不是一個好的 去安裝蝕聽器的機會 於是我打了個白甲鑽 回到自己辦公室 既能掩蓋一下我的真實目的 亦可以給我一個獨立思考的空間 我剛好坐下來 都未來得及思考 楊哥的電話就打進來了 為何停下來? 現在是好機會 許諾不見了 他已經開始懷疑我了 我擔心是個圈套 他們等著我向入面跳 機會只有一次 不可以不謹慎一點 如果我被人抓了 你也走不掉 我跑不掉 你舅父就會死 我已經派人到S院 如果你把我供出來 不用十分鐘 你舅父就會因為失火 而死在我家裡 你… 你現在威脅我這樣說 沒錯 就是威脅 你知不知道我這麼多年經商 都學到什麼嗎? 這就是人 都是有家族性的 有時候你想要控制一個人 那就要先控制他的家人 對於你這樣自小 和舅父相依為命的人來說 舅父很重要的 我沉默才能轉移話題 你如果這樣威脅我的話 那我怎麼放心和你們合作 那是威脅 也是鼓勵 假如你被抓了 你沒有說出任何信息來 那你的舅父就會 就會交給我來照顧 他的後半世就會衣食無憂 看看 我這個人 就是這麼均真的 哼 是不是公平呢?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你是私組織的人 似乎沒有察覺到 我會說得這麼直白 陽光沉默了一下 然後笑了起來 哼 你來我這裡 不是又是為了做臥底嗎? 我押著電話 猶豫了 如果我現在只是普通的否認 跟著她的話題下 就會顯得心虛無底氣 變得更加可疑 很多新人 執行臥底入目的時候 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539集 這個時候 如果你不可以給出良好的反應 這些人對你的差疑 就會越來越深 任務失敗是少 因為臥底 而失敗名裂的人太多了 我一拍桌 對著手機大聲說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你把我問你的話給我聽 我再回答你 這兩天 我已經足夠配合了 你不要給面不要面 電話那邊 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有點緊張地吞了口水 心裡都很沒底氣 只是有一個老前輩教過我 這種時候 你千萬不要慌 如果你慌了 那對方就不會把你當一回事 正確的方式 就應該是事先認清一個事實 你不要覺得他來問你是不是臥底 你就暴露了 他是因為沒有足夠確切的證據才來問你 所以說 只要你表現得足夠好 最起碼 讓他摸不清你的底細 你暫時是安全的 經驗之談又沒用我就不知道了 但陽光的沉默 令我一度以為 我們的合作可能會終止 好在他也是開口了 黃隊 先不要生氣 我只是問一下 但是 在不可以確定你究竟是哪一份的人支持 我是不能把自己的底細透露給你聽的 你想知道我的底細 那現在就可以把設廳器安裝好 之後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用手指敲著桌面 嘆了一口氣話 唉 只要我放肆聽氣進去 你就可以告訴我我想知道的內幕 是嗎 是的 我向你保證 只要你做到了 你就是我的自己人 我們對自己人 一向都十分友好 而且很大方的 他在電話上笑著說 吸了電話之後 我腦裏迅速想著發生的事情 然後拿出手機 猶豫了一下 打了電話給許朗 電話接通了 許朗冷冷地問 什麼事 沒有 就是沈迅當時你不在 我想問問你去了哪裡 我有些低沉和勉強地說 我出來散心 今天沒有回稿裡面 還有沒有其他事 你自己一個 現在這麼危險 我有些著急 這個C組織 都不知道在哪裡潛伏著 一個不小心可能會出事 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我約了個省廳的前輩一起 沒事的話 我先給電話 拜拜 我還未來得及說話 電話就吸斷了 放下手機 我心裡很苦澀 我可以理解 許諾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假如有一天 許諾的行為鬼鬼祟祟 什麼都不跟我說 那我也會懷疑 但我有些不可以理解的是 許諾為何要跟其他男人約會 難道他要錄了我 隨即我又另了頭 我把時間浪費在 猜許諾的心思上 對目前的情況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我需要做的是快點了解手頭上的事 然後把事情完完整整解釋清楚 通過這個電話 最起碼我可以扣議一件事 許諾不在田谷的辦公室裡等我 那我的機會就來了 我看了一眼手錶 時間不多 我記得田谷說過 九點鐘要回辦公室拿東西 有一份省廳的文件要傳過來 現在距離九點還有五分鐘 我拿來蝕聽器急急的出門 今天只有這一次機會 田谷在有外勤或者審訊的時候 才會離開辦公室 這次機會沒有了 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但好死不死呢 今天走廊上的人特別多 我已經盡可能簡法地打招呼了 但去到田谷辦公室的時候 時間已經到了九點 我猶豫了 現在進去 萬一些東西沒有放好 田谷回來了 觸個現成 那一齊不是玩完 但現在如果不做 要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解開這個誤會呢 想到許諾現在 跟什麼前輩在一起 我一咬牙 推門就進了田谷辦公室 在來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想 到底應該把市廳放去哪裡 放盆栽賭 但仔細看了下 田谷辦公室裡擺的是 一棵巨大的仙人獎 因為養的時間太長 非常之大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伸手 將東西放入盆裡 那高處呢 高處都不容易被發現 我把視線投到文件櫃的上邊 但田谷的文件櫃這麼矮 而且它很外乾淨 定期會打掃這些落塵的地方 到時候 舌廳肯定會暴落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但我仍未找到應該藏去哪裡 最後一咬牙 把視線放在暖氣管上 田谷辦公室不是地暖 還是早前的暖氣牌 我把視線拿出來 一來它上面是有膠的 可以黏在東西上邊 我把它放在暖氣牌中間的空心處 很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剛放好就想走 然後就聽到門外有腳步聲 閉加火了 我看了眼鏢 已經過了五分鐘 看樣子田谷要回來了 那我要怎麼說呢 我要怎麼解釋 才可以合理地說明 自己出現在田谷辦公室的原因呢 就在我這麼想的時候 那個腳步聲走到田谷辦公室門口 我的心看到喉嚨叮 糟了糟了 一切都玩完了 大風回路轉 那個人似乎不是田谷 只是路過而已 腳步聲慢慢走遠 我鬆了一口氣 馬上快步打開門走出去 黃先生 你進我辦公室幹什麼 就在我準備走路的時候 田谷的聲音突然間在我背後響起 我心裡一驚 然後有些傲腦 唉 是福不是和 是和多不過 到最後都是被他發現了 我來找一份文件 我轉過頭 盡可能被自己有異樣地說 文件? 什麼文件? 田谷走到我面前 周著眉頭問 我還在想 出來了 問問你怎麼看這次的審訊 你這小子 居然跑到我辦公室裡來 不知道 還以為你就是我們稿裡的內奸 唉 我就是內奸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在現在聽的是 追兇檔案 第五百四十集 我在心裡無奈苦笑 面上不動聲色 冷靜地說 剛才我看了一陣審訊的過程 然後覺得不妥 就上來找一份文件 所以說 你要找什麼文件? 田谷互疑地問 一滴冷汗 順著我的臉畫過 我哪知道我來找什麼文件 最後我一咬咬話 就是當初 逮捕那個人那時候 不是一份案件紀錄的 我來找這個 你不是都有一份的嗎? 田谷皺眉頭不解地問 我拿了回家 忘記帶回來 田谷盯著我眼睛 嚴肅地說 小王 你有沒有瞞著我什麼事? 沒有 田谷嘆了一口氣 拍了在我肩膀 現在警局內外都很緊張 你盡可能少做一些 引起別人懷疑的事來 瓜田理下 你我都要小心點 你說是不是這樣的道理 如果有什麼情況 一定要及時向我匯報 知道了嗎? 我點了下頭低聲說 放心了田谷 有什麼情況 我一定第一個向你匯報 田谷點了下頭 轉身打開辦公室門 我送了一口氣 剛好要離開 就聽到田谷叫著我 我背後一涼 轉身看著她說 有什麼事? 你找到文件沒有? 她看著我胸胸如也的手 似乎看出了什麼 她沉默了一陣話 我待會叫人和你送一飯過去 回到自己辦公室 我有點魂不守舍 這麼多年來我感受到的愧疚 都沒有今天一日那麼多 或者因為心虛 總是覺得到處都是驚嚇 現在連田谷跟我說一句話 我也覺得她的眼神 好像在審視我一樣 但幸好最艱難的任務已經完成 現在我需要做的 就是盡快把陽光底細摸清楚 我花費的時間越短 田谷辦公室哪個試聽器 可以聽到的消息就會越少 但電話響了一聲 居然斷線 我皺著眉頭 陽光應該看得出我有所行動 她這個時候不接電話 難免令我心情有點沉重 難道她要反口? 告訴陽光 如果半個小時內 她不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會把電話拿出來 我對著空無一人的屋話 我身上有他們的監聽起 知道我現在說的話 他們一定聽得到 接下來就要看陽光的反應了 我最討厭等待 這種什麼都不能做 只能等消息的感覺 在我童年的時候 已經受得夠多了 無來 有一個警員 拿了兩份文件給我 不僅只有當初的第二部紀錄 還有今天的審訊紀錄 我有些頭赤看著手上的文件 因為這個監視器的存在 我甚至不可以主動地選擇 用哪些消息和陽光做交易 所有我看得到的東西 陽光都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 我就好像一個機器人被人操縱著 現在我需要一個契機 一個可以把整個局勢反轉過來的契機 但到底要等多久呢? 我不知道 唯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的 就是我已經找不到多久了 有機器人 都可以穿得很好 在這裡 我們沒有按摩 だ 在這裡 我應該不會 都是 小月 又是 我應該想像